我操 文准很 刚刚结束的一场全王争夺战 就这小子放弃了118棒的四条金腰带 升级 挑战这位大胡子双料世界冠军 福尔那就顿 那个黄皮肤的都认识吧 小日子那边的 这一仗如果干赢了 就四个级别的世界冠军了 这个景上成名之作干掉了多奈尔 目前还是保持不败战绩 而且KO率极高 这个福尔顿属于技术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样保持不败战绩 21仗全胜 只有8场KO 你说气不气的 景上24仗全胜 21场KO 重炮手遇到了技术流 那比赛之前 很多人就不看好的福尔顿了 没有重拳能约置住景上 观摩点不行的 遇到那种普通对手还行 所以比赛刚开始就出现了一变道 景上可以说是肆无极大 而你福尔顿 人家每出一拳对你来说都是重拳 破坏你所有进攻欲望 进攻节奏 而且这景上不单单只是重炮手 人家技术相当牛逼啊 速度也快 咱们先把画面切下来 你看看这差距多大 以往的福尔顿遇到这种对手 那也是打日女一样啊 以及轻车熟路 玩得你团团转 脚下灵活 工方一体都兼备 除了拳头普太重 剩下完美 但是遇到景上 为什么这个情况 这就叫差距 有的时候我很想讲一讲 技术层面那种东西 但是总有那一部分人吧 不太认可 说我把这东西说的过于复杂了 很简单的事 说我要故弄玄虚 所以说我也不太爱讲这事 就这么说 如果打MMA 咱们国内拳手和日本拳手 他们直接打是有悬念的 但是如果你打职业拳击 日本主流有四大拳馆 随便拿出一个 和咱们国内的基本没啥悬念 我说的是小级别啊 如果真是那么简单 就没有这么大的差距了 是吧 这东西你得品呢 我们村张广佛都知道 这玩意挺难 这些拳击不单只是什么基本功 跳跳绳 练练反应速度 比如说心里疏导 科学的体能训练 重拳训练 等等等等的 那就说同样的小级别 为什么井上拳都这么重 都知道发力点 不单单是拳头 叫做脚为根 腰为轴 然后才是到肩拳 这是一个科学的发力 都知道这个事儿 为什么人家就有重拳呢 你没有呢 井上这种拳手 他就非常不好对付 因为他这密集的组合拳 不单单想重创你 有可能铺垫下一步 这种拳手可怕之处 他就会布置陷阱 如果你一板一眼的跟他战斗 那你百分之百数 一些普通的假动作 平凡的击打腹部 然后攻击你上面 这都是皮毛 真的 这都是皮毛 甚至他能规划你的后退路线 他在那一边等着你 哎呀 别说了 说多了又说我 那故事玄虚了 行吧 拿下他吧 凭此一战 井上上尼 获得四个级别的世界冠军 在小级别当中 非常危险的一号人物 这玩意你说 不服行吗 你不服啊 下班吧